欢迎收看每周三日元 让我们一起回顾上周车厂的大小事情 第一则新闻 Civic Type R FL5出现在大马了 最近有网友拍到一个最新世代的Civic Type R 在一辆运输罗里上面 其实你看这样的照片 他们已经把车尾用布盖着了 但是还是隐藏不了它的大尾翼 一眼就能认出这个就是Civic Type R 这款车实际于先辈版的Civic FL打造 因此它的定位算算是一辆五门的钢炮 这款车虽然外观和普通的先辈车型 不相上下 但是还有专属的空力套件 还有很多经典的Type R元素 至于在动力的部分 它搭载的是经典的红头引擎 代号为K20CE的2.0L VTEC Turbo引擎 引擎匹配的是六速的手排变速箱 而且它是一款有着最大马力表现325P 峰值能力表现420Nm的前驱车 有消息指出这款车在大马的预计售价会在350千起 比起上一代的Civic FK8贵了一点 不过听说来到我国的配R其实并不多 因此原厂有可能采用限量贩售的形式推出 相信它来到我国后也会引起本地车迷们的疯狂抢购 所以这张图里面的车 它很有可能就是要送去showroom的一辆展示车 因为近期内 Honda很有可能在大马发布 甚至是开放让大家去预订这款最速前驱 Honda Civic Type R 不知道大家的钱包准备好了吗? 第二则新闻 Product Asia e-spec 重新开卖 最入门的Asia e 售价从22千起 是目前马来西亚市场内最便宜的一款车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Asia e 发布了 各大报纸头条或者各大网上的媒体都有相关的报导 可想而知这个Asia在马来西亚是一款多么受欢迎的车 又便宜又有人气 我觉得这款车现在比Myvi更神了 但是这个新的Asia e 其实是上一代车型 而不是这个最新采用DNGA开发的新车 为了更进一步的压低成本 这款车有很多的配备都是做到低配的标准 例如说轮圈只有14寸的铁 rim 不过前后的bumper还是有颜色的 并不是那种plastic的黑色 大家放心 这个颜值还是很不错 绝对不会看起来很廉价的感觉 反而还散发一种小资风格 适合精打细算的上班族或者是学生 内装的部分同样是极简到一种程度 这辆车甚至不包含音响主机 还有Centralog 但是因为这辆车还是保留着原本的电线 所以日后如果你需要自行安装的时候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全车4个窗口都配有Power Windows 而且主驾驶还配有一键下降的功能 其实应付热常驾驶真的是够了 而且Manual耐用 操控乐趣肯定比Myvi爽 不知道荧幕前有没有准备下定的朋友们吗 欢迎留言交流 第三个新闻 Volvo EX30 确认来马 就在上一个星期 Volvo就正式推出他们旗下的第二款EX 电动车车型 EX30 这款车是原厂有史以来最小最入门的电动车 而且它在美国的售价 从34950美元起 它比XC40更小更便宜 在外观上 这款车同样是Volvo家族的设计语言 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款Volvo 还有这个雷声之随的LED日行灯也变成了格子格子的形状 虽然这款车尺寸比XC40小 但是有别于XC40它的车顶是笔直向后延伸的 因此相信车内乘客的头部空间会相当充裕 内饰就一贯维持了北欧简约风格 加上以环保和可再生的材料打造 原厂也直接取消了方向盘后面的全液晶仪表和实体按键 改由这个12.3寸的iPad直立式的中控触控屏主机 显示车辆的信息以及操控车内的功能 有一点像Tesla的感觉 那么这款车在国外提供了三种不一样的动力配置 分别是后驱标准续航板 后驱长续航板 还有这个双电机的四驱性能板 根据这个WLTP的标准测试 单次充满电最远的续航可以达到480km 并且支援最高153kW的快充电功率 并且用时28分钟就可以完成10%到80%的充电 现在已经在欧洲的市场开始预定了 而且明年年初也会登陆美国市场 因此相信大马很快也会跟上 而且目前它的价格应该会跟外国一样 比现在的XC40更为亲民 正在考虑入手电动车的朋友们 你们又有多一个选择咯 第四则新闻 Mazda CX60确认今年下半年大马发布 首次搭载这个3.3L Turbo引擎 这款CX60其实就是MZ Benz的GLC 或者是BMW的X3等众多豪华品牌的SUV这款来打 预计大马版本售价从250千起 根据菲律宾市场来看 大马版本应该也会搭载 这个Hybrid 3.3L的涡轮震压引擎 或者是3.3L的柴油涡轮震压引擎 这个Hybrid版本的最大马力表现为280HP 峰值扭力表现450Nm 这辆车里里外外都采用了Mazda的新设计 可以看到它采用了大尺寸的水箱护罩的设计 小巧圆润的头灯组等等 同时这款车的线条也更为有肌肉感 在内饰上这款车秉持着Mazda以来的高质感 还有目前尺寸最大的12.3寸的中控触屏主机 同时还有造型小巧的电子拍档感 虽然目前原厂还是没有公布相关的详情 所以一切还是要等到以原厂的消息为准 不过大家可以关注我们 有什么最新消息我们一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最后一则新闻 官方确认Proton Iris 或者Persona将会获得全新的动力配置 虽然目前Proton已经逐渐的极力化 但是它们并没有停止对Iris和Persona的研发 早前就有听说过Proton会投产一具1.0L的TD引擎 也就是1.0L的涡轮增压引擎 不过因为不符合经济效应等原因 这个项目已经被取消了 所以目前Proton的自研车型 包括Iris,Persona,Saga和Exora等等 还是会以Cam Pro引擎为主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Proton的新引擎 肯定是会来自合作伙伴吉利的引擎 在2022年末 吉利在中国发布了新款的地豪 更是推出了最近1.5L的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达到123HP 加上S50会在今年内引进我国市场 所以未来Proton的四大金刚 的确很有机会使用这个引擎 因为使用同款引擎可以降低成本 不过目前为止 Proton依然没有公布相关的消息 我们只能够耐心的等待官方的消息 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啦 在这里给各位有关注车探的朋友们 泄露一点点的tips 就是在这个星期 将会有一辆重量级的新车发布 大家不妨留言猜猜看到底是什么车 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分享订阅按赞 我是CK 我们下期再见 Bye